今天這集是第三集要對決小鐘大大 我先切回藍色的聲音 小鐘大大的判決 正人當正人 好我們現在正式開始 那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結果就是IG跟LB OK好來吧 我們這次採用變聲器的配音 OK來吧 終..終於要開始了 嗯 今天這個案子就會有結果的 啊..律..律師先生你看 預..預見檢察官 昨天我被檢察總長叫去 他告訴我 今天的證人是小鐘先生 所說的話 是絕對不可違抗的 不管就他的證數進行什麼樣的攻擊 只要我提出意義 審判長就一定接受 難道連審判長都受到小鐘的影響 也就是說 我一定會被判有罪逃不了了 為了能或許有罪的判決 我是絕對不會 絕對不得說亂的 為什麼你要這樣 為什麼要去迫害無罪的人呢 無罪的人 誰會知道一個人 就是有罪還是無罪 只要為了逃背罪行 他們什麼樣的謊言 都說得出來 我們是難辨真偽的 既然如此 我審判做的只有一件事 但是那所有被告都判我有罪 這就是我的原則 遇見 你病了好多了 咦咦 御師先生 你那是這個人啊 成不同容易 我是不會手下留情的 御師先生 好 好了 快到開庭時間了 啊 啊 可 可是 忘記是 精神編護的律師 還沒有到 我要替自己 替自己 替自己辯護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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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好了 我們走吧 本願在此宣佈 開城部長容易的法庭審理 檢方已準備完畢 長etaan不斷律師 你確定要怎麼做嗎 我自己的便誤工作 讓我自己來 知道了 那麼遇見檢察官 請您進行開場陳數 因為這件事件的整個經過 我們都已經釐清了 因此今天請來一位證人 並向他請教被告的犯案過程 好的 那麼請傳換證人 這個程序未免之前太流暢了吧 通常應該會提到 為何小鐘會在上次的法庭沒有出題 但是似乎沒有人想提這件事 怎麼辦呢 雖然提了可能也沒弄 但似乎有提出來 提 我先請問遇見檢察官 這位證人為何在李李征秀的審判反應中沒有出行呢 真是抱歉 小鐘顯示他是非常忙的人物 而且那時候 我以為只要有松竹沒事的證書 就可以解決事情 真是抱歉 真不愧是遇見檢察官 能夠誠實認錯 我态度可佳 可惡 提出我的結果 只是幫他加分而已 那麼 請小鐘大先生出題 請問正能的名字 YES I AM 我在問你的名字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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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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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在美國生活太久了 不太熟 CHINESE了 再問你名字 這兩個人真是好搭檔 My name is小中大 是小中文化有限公室的老闆 啊不,是President 你是否認識被害人,理理千尋 Lever keep up? 我不知道 這兩個人在暗房當晚,是待在板東旅館嗎? Yes 所以你是在那裡募集事件的 Oh 你很清楚嘛 那麼請小中文先生進行證書 一定要想幫我答覆他的證書,不然就完蛋了 為什麼我總是這樣一開始被逼到行俠邊呢 哼哼哼 你做好覺悟了嗎? Mr.Lis Lis先生,加油 終於有 他終於講話了 OK,來吧 記得那是翹九點時發生的事 我那時候你的窗戶旁邊 Leading Book 忽然 從外城來某有聲音 我被聲音嚇到 所以 望向對面的搭樓 結果呢 看到有一位 吃魚頭的男人 在攻擊長法Lady 這個人 不是別人 這是你啊 Mr.Lis 我馬上 找沒事來看 結果他 也嚇了一大跳喔 被害了他 拼命的逃跑 但 還是被你絕傷了 JUST FEED 然後 JUST FEED 然後 JUST FEED 來了 嗯 如果 這個目擊證書沒有錯的話 那麼 被告的有罪 是無庸置疑的 那麼 被告 啊啊 不對 辯護人 請你進行詢問 好的 為什麼會照射這個時間呢 因為 我就是 永遠就是 Perfect 完美無缺的 不 不 這根本不是儀喔 你就是一切很尊的男人 嗯 這是我的秘書 秘書英文要怎麼說呢 總之 就是沒事他9點的時候 叫服務生 送客房服務前點 事情發生的時候 他好東西送上來了 所以才知道時間 沒事他也是這樣說的 的確 送上咖啡那位服務生 有看到美式小姐 但是他也提到 當時並沒有看到你 喔 原來是這件事 那是因為沒事他 是在外面 跟服務生接些咖啡的 所以會沒看到我 是理所當然的 嗯 這段時間 這能在做什麼 你說的窗戶 是指 位於林里法律事務所 正對面那個窗戶嗎 YES 我覺得房間 就只有那些窗戶而已 在那邊閱讀文件嗎 YES 神物旅館 本來就是讓人 進去Business的地方啊 聽到某種聲音是嗎 應該 就在這個時候 受到攻擊的吧 原來如此 然後呢 所有在聽到這個聲音之前 你一直要閱讀文件嗎 是啊 不然我才不會去偷窺對面大樓 我 聽你在胡扯 這 刺刺頭 這個證數 和松竹梅是怎麼發言 是有矛盾的 根據他的證數 發言的情是個少女 我這個人呢 沒有別的 就是視力特別好 你的視力是多少 人員加起來 12.7 這 這種東西不能加起來的吧 嗯 如果是這樣的話 應該可以看得很清楚吧 可惡 剩判長是站在那邊的嗎 那麼請問 這能接下來做些什麼事 這個時候 人家曉得他在做什麼呢 他跟開我連續局 等了沒哭 那請問你知道 他進行切禁的事嗎 這件事和本案無關 無數位 我來回答吧 那次秘書他做的事 跟我無關 你說的感覺 好像政治人物呢 呵呵 畢竟我是President嘛 那後來怎麼樣了呢 是我能夠再講的詳細一點呢 畢竟是很重要的事 Understand Understand 知道啦 北海人他收到你的攻擊 然後 就往左邊逃走了 而你 馬上追得上去 然後 毆打下去 確定沒錯吧 我這個人啊 永遠都是 Perfect 完美無缺的 那麽 請便個你的證書 北欄武說同樣的話 我這個人 對 那張證書 我已經知道了 很奇怪了 因為跟從組沒事講的話 是相反的 你想說應該是Hit 不是Fit吧 Nonsense 重要的是Fitting 的確 剛剛是這些 的確是 Non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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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意思啊 沒 沒 沒必要 的意思嗎 好 我知道了 有 我剛才有開 女生的時候有開 只有女生才會開 其他不開 好 這裡 先存個檔 然後 出事 這裡 每一次的證書出事 被他人閃避攻擊 往右方逃走 沒有道理 OK OK 出事 請等一下 小鐘先生 你這是在自覺神木 你 你在說什麼呢 你剛才說 被害人他是往左逃走的 但是 這可每一次消息的證書是矛盾的 每一次消息很明確地說 被害人 是往右逃走的 喔 無聲 應該是他看出了吧 我可不這麼亂聞 請看這張平面圖 犯人在這個位置 而被害人大概在這個位置 如果依照你所說的 被害人是往左方逃走 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 和出口是反方向 也就是說 他是往無路可逃的方向逃 這是非常不合理的 這 人很奇怪 但是 我明明看到他 是往左邊逃走的啊 的確 也許 小鐘他 是真的看到被害人往左逃 所以才會這麼說 等等 陳布糖律師 是 中主沒事說被害人往右逃走 但小鐘先生 卻說被害人往左逃 關於這個矛盾 你有什麼看法呢 我想 你不想 他們兩個說的都是事實 哼 真是愚蠢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矛盾人就存在啊 不 有一種狀況 可以當這兩個人證書 不會矛盾 什麼 小鐘先生 他目擊到密案的當下 人並不是在旅館裡面 什麼意思呢 辯護人 你說真的目擊密案的當下 人並不是在旅館裡面 不然他究竟在哪裡看到了 就是在靈你法育事務所啊 這還用說嗎 要講的更準確一點 就是這個位置 把案發現場小鐘位置出來吧 那就是這裡 聽好了 被害人往門口方向 像這樣逃走的話 這個位置來看 就會變成是往左逃走了 你別開玩笑 你 你指的這個位置 不就是犯人所站的位置嗎 速靜 速靜 擁有不遵守法庭秩序者 本願將下令強制退庭 變護人推理的內容 根本就在搶死兜裡 是啊 感覺得是有點太強硬了 嗯嗯嗯 Mister居師 你這次愛多人笑啊 怎麼會是 他竟然在笑 I remember it 趕緊的討論 那我回想起來了 可能是我說法不太妥當 讓大家誤會了 Mister審判長 可以讓我再證數一次嗎 知道了 那就進行證數 曾經一度瓦解的證數 是無法再修復了 Mister的證數是正確的 當然 我也是正確的 當你攻擊Lady的時候 他首先是往左方逃走的 然後 你毆打下去 這就是我看到的部分 然後 他屬最多的力量 試圖往右逃走 而你馬上追了過去 給他最後一集 這裡 就是沒事看到的部分 如何呢 也就是說 你一共毆打了兩次 你是不是也想起來了 Mister居師 嗯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就說明的過去 編護人 你還要進行詢問嗎 當然要 這什麼意思呢 我現在就在說明給你聽啊 Chinese就是這樣 都不把別人的話聽完 壞習慣 好 首先是什麼意思呢 首先 就是第一次的意思 你先冷靜 聽我講完 你吃了綠石 總之 看完左逃走 然後 我才沒有歐打千尋小姐 嗨 你就認了吧 不不不不 別人 辯護人 輕盈不擋到正數 請你不要這樣 好嗎 接著是什麼意思 接著就是在 接著殺一個動作的意思 這種事情還要你說嗎 既然你知道就好了 Mister居師 總之 還改變方向 不要說的好像我真的打了一樣好嗎 可是 那明明就是你呀 辯護人 如果你想阻殺那不是你的話 請你提出證據 所以 兩個人是看到不同的瞬間 是這樣嗎 Let's live 就是這樣 好嗎 Anyway 總之呢 所以 歐打兩次 你都有看到是嗎 是啊 我一開始的正數是錯的 Sorry 抱歉 如何呢 果然如果猜測 他已經露出馬腳了 我很快就讓他笑不出來了 好 做事都給他看 你挺好的 被害了 他只有被歐打一次而已 就斷氣了 你有什麼話要說嗎 哼哼哼 想著好機會 要身分追擊 小動先生 你不是說你總是完美無缺的嗎 嗯嗯 好吧 我下次再也不會這麼說了 整方長 便方要求小動先生 再度進行正數 正能目前因為緊張 記憶有些混亂 檢方要求此刻暫時休息十分鐘 這個嘛 記憶會混亂 是因為正能在說謊的關係 便方進去反對此時進入休息時間 對啊對啊 趕快繼續啊 非常好啊小動 我知道了 請繼續正數吧 可以嗎小動先生 嗯 YES YES 這個那個 我是聽到那個東西倒下的聲音 踩 踩一口看對面的窗 這個那個我是聽到那個東西倒下的時候 踩一口看對面的窗戶 然後 他改變方向 打算 逃下門的窗戶 就在這個時候 你管他的頭 打得下去 嗯 也乃是這個樣子啊 那麼 請進行詢問 Mr.森盤長 我好像肚子有點疼 請忍住吧 很快就會結束了 Just hit 那東西倒下的聲音 你說那個東西 是什麼東西 嗯 就是那個東西 玻璃座的綠燈啊 喔 這倒下哪那個啊 律師先生 你不覺得有些奇怪嗎 的確令人有些在意 再繼續追問看看好了 小動先生 什麼事呢 你說你看到玻璃做了一燈 死啊 那麼 請將這部分證數清楚一點 喔 sorry 就不好意思 那麼小動先生 請你修正你的證數 OK OK 看向對面的窗戶 看到力燈倒在地上啊 你說看到力燈倒在地上 這倒是第一次聽說 為什麼剛才沒有提到力燈的事情呢 為什麼呢 因為 有人告訴我 不對不對 接 接 摸摸摸 等一下 我有些混亂的 小動男傢伙 他已經快不行了 沈方長 我們不該再繼續這樣整我正能 辯護了 請你不要隨意嚇唬正能 好 那麼正能 請你繼續 消息瞬間 名字謙尋 往左邊逃走 小動先生 難道你認識被害人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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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認識呢 正能知道本案被害人的名字 並不是一件奇怪的事 偏護人 請你不要這樣嚇唬正能 但是你剛才不是說被害人死一刻就被打到了嗎 恩 我可能說錯了 哥們 哥們 請別在意 咦 請問 請問 你接著做了什麼事呢 剛才還是趕緊追上他 追上去啊 你不是說我 我 我是說法案人 正能 你不用慌張 哼哼 你剛才說打下去嗎 怎麼好像你的描述 比剛剛柔和的許多呢 恩 畢竟我是有氣質的男人啊 律師先生 他 好像 話越來越少了 我想他是害怕 說錯話吧 真難對付 你 你說看到綠燈倒在地上 知道他第一次聽說 因為 欸欸這邊講過了 好這邊講過了 OK這邊 小動先生 你說你看到綠燈倒在地上 這是不可能的 什麼 因為綠燈倒下去的時候 就已經破料了 完全粉碎了 只有看到地上的碎片 應該是無法判別他原本是個綠燈的 所以我要請問你 你是在什麼時候看到這個綠燈的 請你回答 那 那 那 還用說呢 就是在打下去之前看到的 也就是說 是在被他人被攻擊之前看到的 那 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沒問題了吧 還是有很大的問題 什麼問題啊 小動先生 你現在的說法 是這個樣子 在兇殺案發生前 就從旅館房間透過窗戶 看到玻璃做的綠燈 YES 就是怎樣沒有錯 這種事情是不可能的 你絕對不可能看得到綠燈 為什麼呢 難道你有證據嗎 當然有 待在旅館的人 絕對不可能看到打下去之前的綠燈 等一下 請看這個 這是 現場的平面圖嗎 沒有錯 請聽好了 如果HELLO窗戶 看向事務所的方向 那麼 看能界的部分 就是這個範圍 如何 列燈並沒有放在看能界的範圍內 好了小動先生 請問你怎麼解釋 呃呃呃 這 怎麼 可能 聽好了小動先生 假如你人真的在當時的板東旅館 那麼 就不可能看到倒下前的綠燈 而綠燈倒下之後 你也不可能看到他 假使看得到 因為他已經是個碎片 所以你也無法得知他原本是個綠燈 所以說 你究竟是在什麼時候看到綠燈的呢 只有可能在倒下去的瞬間 而只有呆在林尼法律事務所裡面 才有可能看到這個瞬間 所以說 在密案發生的那一瞬間 你的人 是未密案現場的 是未密案現場的 喝喝喝喝 小...小鐘先生 小鐘先生 小鐘先生 人...人是你燒的吧 看來勝負已定 到此為止了 什麼不常容易 什麼 可惡 差點為了他的存在 小朋友先生 我想你 就認你的罪吧 喂 我說你就認罪吧 也就是 你放下了切聽的罪行 切 切 切聽 蘇介 遇見檢察官 你剛剛這發言是 各位 小鐘先生他現在有點混亂 所以由我來為各位說明吧 怎麼覺得情況好像有點不妙 正如各位所知 小鐘先生是小鐘魔幻的老闆 還要命令秘書松子摩一次 就進行切聽的動作 這 這又怎麼了嗎 我現在想講的重點是 究竟是誰在何時把切聽器 設在鄰里法律事務所的呢 藍牧城你想說 小鐘先生 你 你 你一定是為了設置切聽器 進入過鄰里事務所 我說的沒有錯吧 YES 沒錯 就是這樣 你說的沒錯 Mr.檢察官 什 什麼 我啊 我啊 是為了設置切聽器 才跑到鄰里法律事務所去的 我在那個時候看到裡燈 所以你的意思是 遇見檢察官 挺好的 成不成容易 他的主張是這樣的 小鐘先生他知道密案的現場 有玻璃座的地燈 但是他只有在可能的某個瞬間 才有辦法看到這地燈 那就是兇愛 發生當下那一瞬間 所以小鐘先生是個犯人 嗯 沒錯 就是這樣 但是 事實上 在發生密案之前 小鐘先生就曾經去過現場 去現場的理由 是為了設置切聽器 如果他在設置切聽器的時候 就看過玻璃座的立燈 那麼成不堂容易的推理 就完全不成立了 小鐘先生 請你真的當時的情況 進行證述 哦 交給我吧 我快昏倒了 記得 那是在9月初的時候 大概是案發一週前的事吧 我啊 偷偷前入林里法律事務所 理由 當然是為了設置切聽器囉 我就在這個時候 看到那盞玻璃座的立燈 嗯 所以說 事件當天 你只聽到聲音 就知道是立燈了 是因為 你以前看過的東西 是這樣嗎 YES I DO 你說的對 原來如此 那麼 請從布糖女時 進行訓問 你 你有證明這件事嗎 松鼠沒事 他知道 電話有對話內容 這表示 切聽器在事件發生之前 就已經被裝好了 呃 真的是你前入 林里法律事務所的嗎 搞不好是沒事小姐 我們在林里法律事務所 驗出了不知名人物的舊指紋 小命就是小鐘先生的指紋吧 好 好了 正人 請你為何跑去林里法律事務所呢 為什麼要再千選小姐電話設置切聽器 這件事與本案無關 很抱歉 小隊文化 好歹也是真心業者 所以對於偽突人都有保密的義烏 為什麼你會特別注意到房間有綠燈呢 哪個綠燈 全部的零件都是用玻璃做的 因為太美麗了 所以讓我印象深刻 好漂亮 你 裡 燈 你 燈 你 燈 你 燈 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只能盡量追問 想辦法找出突破點 記得那是在九月初的時候 大概是按發一桌錢的時 好 這邊重複了 看來是到此為止了 新手律師 那麼我想 你超哥也該放棄了 辛苦你了 真的 不行了 辯護人 你要放棄了嗎 是 是的 陳不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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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 千尋姐 不可以放棄啊 陳不疼 千 千 千尋姐 昏倒 這裡是 休息室嗎 我怎麼會在這裡 對了 我因為在髮型中被打敗 看到了 幻覺 看來你的東西醒來了 欸欸欸 又 又昏倒了 喂喂喂 陳 陳不疼 剛剛南疆 竟然發出叫聲 真是思念 陳不疼 你進行看看我 你 你是 真 真 真修 你 你家的女人 眼力可都是很強的喔 你沒聽說嗎 你 妳是 當你才能認出的那個瞬間 真修的能力 終於覺醒了 所以 現在是真修 在進行降臨嗎 是啊 我是真修 但是現在的我 是千尋 聽好了 陳不疼 真修他沒有放棄 我現在只能出現在這裡 所以 你也不能放棄 可 可是 已經沒有時間了 聽我說 其實啊 你已經是 身卷在握了 咦 咦 你手上的證物當中 有一項數據對吧 呃 對 就是千尋姐寫真修的那一張 傻瓜 那當然是小通寫的啊 那這個數據怎麼了嗎 你剛剛他的背面 背面 收據 是不是一間知名百貨公司開業的收據 10萬元 好貴啊 產品名稱 玻璃之綠燈 開業日期 9月4號 9月4號 是 什麼 記得那是9月初的時候 大概是案發一周前的詩 一段他的說法 他是在案發的前一周看到綠燈的 成就拿到 好...好的 我這邊提示太多了 哈哈 我的鼠標一直在 前選的 鵬派那邊來回遊走 沒有沒有,單純是意外,各位 那麼百願宣布繼續進行陳牧坦容易的審理 你還好吧,陳牧坦律師 是,是的,非常抱歉 那麼我們繼續剛才的話題吧 哼,神伴長 我們已經沒有什麼可以繼續的話題了 真的小鐘仙的詢問早已經結束 我們只差最後一個工作 那就是給被告陳牧坦容易下打判決 嗯 審判長,請再給我最後一次機會 只要再一次就好 嗯,總覺得應該已經沒有翻盤的可能性了 遇見檢察官,你認為呢? 陳牧坦容易,就可憐你 給你最後一次機會吧 知道了 知道了 那麼,請針對小鐘仙神 進行詢問 嗯 嗯 啊,你這個囂張的小鐘啊 嗯 請看這項東西 上面有六寫,寫了真銷這個名字 哼 事到如今,這已經沒有意義了 不,我想要說的是 這名字被寫到一張收據的背面 什麼? 神伴長 請問你可以看看這張收據 它寫了什麼嗎? 嗯 嗯 玻璃製的立登 發行日期 是命案的前一天 也就是說 小鐘先生 在你潛入林尼法律事務所的9月初 事務所裡面是沒有這張立登的 那我到底怎麼配啊 如何呢? 小鐘先生 等一下,你還能狡辯嗎? NO I CAN'T 看來還終於放棄了 好了 神伴長 不管在你們這張有誰是要多大的壓力 事已至此 你們已經無法判我有罪了 知道了 知道了 那麼 今天就成立 到此為止啊 從不太容易 咦? 不會吧 真的假的 你還不死心啊 被援護人的主張 是有點道理 但是 你沒有任何證據 能夠證明成本場 容易是清白的 所以呢 我想請審判長 再給我們一天的時間 解放希望可以好好花 時間 把整件事情 重新調查過一遍 這...這個 要...要進行室調查 他該不會是 想要跟前行姐姐 接回紀錄的時候一樣 想找到什麼證據吧 嗯... 小鐘是有罪的 是無用自已的 沒有必要再延長生理的時間 嗯... 遇見講難關 你覺得呢 但是... 假龍小鐘先生真的犯了罪 起訴他 終究是我們檢放的工作 我們需要一天的時間 來調查你的推理是否正確 嗯... 我知道了 本願撥回陳布堂律師的意義 咦... 陳布堂農醫的成立 將延期到明天 再下達判決 不行 你要在這裡把一切結束 不然遇見 一定會動從小 可惡 好不容易 有千許錢的協助 我勸 Mr.審判長 我已經可以回去了嗎 當然可以 辛苦你了 可惡 這人 請等一等 陳布堂 您朗讀一下 這張紙上面的內容 千許姐 這是... 接下一張紙條 小方長 請你聽我說 陳布堂律師 你怎麼這麼死殘爛打 希望請大家注意聽我接下來閱讀的內容 我開始朗讀千許姐給我的清單 我開始朗讀千許姐給我的清單 上面寫的一些感覺好像曾經聽過的名字 這些名字應該是正經界中 知名人士的名字 就到這個時候 不停 不停 住口 不要再唸了 為... 為什麼你 手上了那份清單 這呢 如果有些人不承認你的陣型 用了這份清單 將會被媒體公諸於事 你抓到什麼 甚至 我要不停 我認真的 我認了 我認了 是我 把媒體行 由那個 沈思者 打了下去 看來一切已經明朗 不需要再生理了 曾布朗律師 是 你又完成一件大任務 沒有啦 可能三天有保佑吧 嗯 本院現在就辯護了 被告曾布朗律師 下達判決 本日就此必停 下午2點24分地方法院被告第一休息室 愈人再度像這樣對你說恭喜你 都要顧虧我出生在林底家 還有 也要感謝曾宵 是啊 很謝謝你 扯不躺 為了我和曾宵 讓你遇上這麼危險的事 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 一輩子是吧 看來時間差不多了 咦 真相的靈力現在還不夠強 所以還不能在這邊待太久 怎 怎麼會這樣 還有很多話想說 不要擔心 一定還能再見面的 所 所長 我已經不是所長了 服務堂 今天晚上9點 可以請你來事務所嗎 事務所 那麽 就在這喔 所長 千勳姐 所長 你來啦 千勳姐 千勳姐 你來啦 你來啦 我本來有點擔心 你可能不願意來了 怎麼可能不會不願意呢 那 肚子也餓了 我們一起去吃味噌拉麵吧 千...千勳姐 哈哈 你的小姐好好笑喔 千勳姐 你怎麼一直叫我千勳姐啊 是我啦 我是曾宵 曾...曾宵 我是不是學得很像啊 我是不是學得很像啊 嗯... 等我好好知道可以利用喔 陳普堂 我想喝茶 像這樣 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你看這個 給你寫信給我喔 這邊寫說 陳普堂的事 就拜託你了 誰要拜託什麼啊 事務所 就是這個事務所啊 陳普堂法律事務所 我會好好幫忙的 請你多多指教喔 啊... 不過我們彼此都不要太客氣 就請你多多指教囉 陳普堂哥 啊... 你的名字是... 姐姐告訴我的喔 陳普堂... 這個名字還真不錯呢 你說是吧 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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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普堂哥 好喔...我們來握手吧 好喔...我們來握手吧 不過想想 今天事情會演變成這樣 其實可以說要收到她的牽連 但是...也可以說因為 有她的幫忙 陳普堂法律事務所 嗯...這名字聽起來不錯 好...就請你多幫忙啦...真小 好... 陳普堂...要加油喔 我會一直看著你的 那...陳普堂哥...我們走吧 咦...咦...要...要去哪裡 陳普堂哥... 陳普堂哥... 最近有件很好事的喔 好啦 我們趕快走 好好好 故事完結 應該是這張完結啦 OK 儲存 OK 我這邊做個結尾好不好 我先做個結尾 好 那這集到這邊結束啦 第二章的逆轉結面 那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 LB 還有Twitch 謝謝大家的支持